八拱橋是台東三仙台風景區的指標性地標 但是橋樑興建到現在已經長達34年 考量到橋樑的通行安全 東部海岸風景區管理處宣布 從5月份開始實施封閉 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修繕補強工程 提醒遊客要特別注意 風很大的時候不能上去 對 下了決心要走結果沒走 真的是辜負了遊客一番決心 已經被託天時人和的條件了 但就差在這地理的部分 灰紅色的橋深橫沃 串起了陸地和峽礁海灣 這座八拱造型的跨海陸橋 是台東三仙台有氣區內 最具指標性的景觀地標 每年吸引上萬遊客前來迎樹光 但現在可要暫時閉門不見客了 針對整個橋樑的一個結構 包括橋樑的一個支撐 還有包括橋樑的一些的橋柱的一個部分 重新做全面的一個這樣的檢測 三仙台遊氣區八拱橋在1987年完工 上部結構由鋼製的湘形糧組成 橋墩和基礎由鋼筋混泥土建構 完工通行至今使用超過33年 加上長期受颱風地震災害和環境 掩害侵蝕 在考量安全性之下 東莞處宣布從5月起進行為期3個月的 修繕補強工程 呼籲民眾遊客配合管制 我們在前3日我們會事先來公佈 如果這段期間需要封閉 不能讓遊客進入的部分 那我們會先做公告 那在不影響整個施工的一個 動線躍進的施工過程中 那有部分的時段我們也可以 配合做相關的一個開放 可以啊 安全第一 具有安全考量 其實我們都完全配合啦 是OK的啦 民眾遊客多半認同安全優先 願意遵從相關規範 另外此次的工程 也特別著重在 地震監測系統的建置 一旦發生5級以上地震 就會啟動橋樑封閉機制 進行檢修 確保安全性後通行 謝謝夏佳慧成功正報道